KSG被AG干翻遭北升瑞评 四天首发出炉 WB无花卷 狼队无腐爱 经历昨天一战挑杯四只获胜战队已出 其中KSG被AG击败引起大家热议 上赛季将AG踩在脚下的KSG 竟这样轻松地被AG拿捏 AG不仅展示了一摩从亚运会归回的蜕变 边路渲染和中意也表现极佳 总体来说 AG首战客场打得非常漂亮 复仇成功 让主场的KSG失去了颜面 赛后邢天教练发文复盘直呼 没脸见人 与此同时 主播北升也对KSG做出了睿评 阵容拿得不好就算了 莫子还不去辅助于基 而帮嬴政抢中 实在理解不错 AG打得没问题 但KSG打得有点过于的差了 曹操反正不知道是在梦什么 然后整个阵容拿出来 他这阵容前期就不是那种抢中的阵容 他拿了个莫子 你要想一个问题 拿了个莫子 给嬴政抢线是个什么想法 就很抽象 然后放于基 做单这一点 那你拿莫子干嘛呀 我是没搞懂 他这把这样子部署拿莫子干嘛呀 能感觉到KSG相较上赛季 包括教练在内退步非常明显 而提到首发替补的问题 除了首日 AG一安依旧被渲染替补首发外 4日14号的八支战队首发 也已出炉 看后又要让很多粉丝一难评了 因为北京WB除开暖阳回归 换下假期攻小白熊外 中路花卷竟被流浪替换 之前网上有过这样的声音 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不知大家怎么看呢 除此之外 前几天狼队飞牛拉一安排位时 问到一安为何没有排位得到答案后 飞牛带着笑容解释了 这是正常情况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打五排 问我 对啊 你问我哪知道呀 你的队友呢 我的队友在五排啊 行那没事 那等会咱们三排吧 打双边 快乐才是初中 五排就是现实 没事的 当职业选找 什么的东西都该经历一下的 不然你的职业剩下是不完整的 很正常 殊不知 这是在为自己开解 因为狼队挑背首战的大名单 对抗路上的居然是归期 飞牛终究成为了替补 没想到昨天小柴哥的猜测 真的一面 而之前狼队老林退居幕后 据说找到了获胜的方案 难不成就是上力落下飞牛吗 最后狼队 不管从个人实力和团队配合上 教练组有自己的想法 至少对阵TTG 减少出现手抓肥皂炮 被摸透了的情况 对此 大家如何看待花卷和飞牛替补呢